第406集 新元剑月明 2023年11月18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这一集最开始 我要和大家再说一下死狗李克强 现在缅北正在打仗 这个是因为多年缅北诈骗集团 对中国人民持续的伤害 那么为什么之前不打 突然就在10月27日打起来了呢 这个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10月20日 缅北诈骗集团活埋了70多中国人 当时呢我也只是看到了这个消息 没有多想 今天我搜了一下10月20日 我突然就明白了一切了 大家看这个图啊 历史上10月2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期 1626年 这一天皇太极在沈阳登基 这就是清太宗 你注意啊 此时李克强已经下台了 但是他没有死 于是他就选中这一天 让缅甸活埋了70多中国人 这是干嘛 这是李克强对中国共产党 对习主席最赤裸裸的挑衅 他呀李克强 在中国共产党内下台了 但是思考 思考李克强啊 在这一天 他在缅甸登基了 他就是缅北 他就是缅北市值的皇帝 他是谁呀 他是满清之后 他是后清 李克强现在就是后清皇帝 所以缅北才活埋了70多中国人 我就说嘛 缅北那帮人就算凶残 但是这种活埋70多人的事 他必然事出有因的 现在你看到了啊 当年皇太极就在这一天登基 你立刻就懂了啊 李克强啊 这个时间他已经疯了 他断定中国拿他没办法 拿缅北没有办法 所以李克强就是赤裸裸的对外宣布 他李克强今天在缅北宣告成立后清了 李克强就是第一代后清皇帝 为此他要活埋70多中国人 作为自己登基的祭品 同时我们再看这一天啊 1980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 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画像 看到了吗 这就是李克强明着对习主席说 你的画像不能挂了 同时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在这一天召开 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这就是李克强宣布 只要他活着 那么私有化就要进行到底 1987年这一天 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举行 这一次会议上做出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 李克强要修改党章了 这一切就导致了2023年10月20日 七十多中国人在缅北被活埋 这件事就是李克强 以后卿皇帝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这也意味着 缅北要对中国人打开杀戒 七十多人只是小菜 如果习主席不能果断支持这一切 那么未来会有七百人 七千人 七万人被屠杀 被活埋 因为李克强的后卿 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 三年疫情 李克强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是李克强从来没有死心 所以很快他就在缅北 换了一个方式 继续要推翻共产党领导 然后引入异足 对中国人民再次大屠杀 三年疫情啊 李克强没有达到的目标 他一定要达到 他是永不会停止的 这个死狗李克强 你就看看他选的日子 是多么特殊 是多么意义明确 如果李克强不死 那么李克强的山头不但倒不了 关键是 缅北我们就没有办法动他 缅北诈骗集团会更加疯狂的杀害中国人民 你说缅北为什么不能动他呢 你就看看啊 现在缅北 他用的是中国的电 你看电网是中国的 然后人他用人民币 也是中国的钱 那个电信公司也是中国的 就缅北那个地儿 就等于是中国边上的一个 或者说地区都可以 他一切都是中国的 这个地方的各种基础设施 那么这个基础设施 归谁管呢 他不就是国务院吗 所以说李克强培养了这个 缅北诈骗集团 现在正在打仗呢 你去看新闻 说那个 中国的当地啊 把那个缅北的那个电一停 缅北电一停 他们就没电了 他们都回不了去了 那么以前为什么不停呢 因为以前李克强不让他们停 现在为什么停了呢 那现在李克强不是死了吗 大家懂了吧 所以这缅北诈骗集团 他就是李克强养了狗 李克强的10月20日大屠杀 就是后金满清扯开旗号 正式对中国进攻了 现在他们就要后清了 而这一点呢 全世界的高层都是心知肚明的 全世界的高级政治家 就是知道世界真相的这帮人 他们都在等待 他们在看中国的反应 然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如果中国没有反应 任由李克强随便进攻 那么马上就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铺天盖地的谴责 制裁那就都来了 现在大家想想啊 今天这个亚太金额组织 APAC会议是不是开完了 你想想这就是11月份 李克强是10月27号死的 10月20号啊 那么对中国屠杀 你看这才隔着一个月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会议是定好的 所以说如果中国没有 对缅北开打 没有处辞李克强 那么习主席去参加这个 APAC会议 习主席就不但不能让 四一臣服 相反的四一还会反过来 欺负我们中国 大家懂了吧 那么如果中国没有反应 任由李克强随便进攻 那么马上就是国际社会 对中国铺天盖地的谴责 制裁 那就都来了 这也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他们都打到了APAC会议了 可是所有人 包括李克强自己 都万万想不到 就在10月27日 李克强就被习主席处死了 此时啊 大家就要有国际战争的概念了 我前面说了啊 李克强的死亡时间 就是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 取得的第一个战果 这也是毛主席的去世时间 也是林彪的去世日期 10月27日同样含义明确 那就是啊 习主席果断打败一切敌人的进攻 而且敌人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死一个李克强远远不够 缅北那就是李克强的独立王国 是他的一条狗 所以缅北必须被彻底清理干净 至于整个缅甸 估计李克强不能完全控制啊 可能这里还有美国人的一半势力 此时我们想一下啊 国际社会 你看国际社会对于李克强死亡 简直就是错不及防啊 他们屁话也不敢说 关键是李克强死亡当天 我们立刻对缅北进行打击 我一直说啊 这是同一件事 现在你把李克强看成满清那个黄太极 那么黄太极死了 大明朝不管满清那些地盘 那些军队行吗 难道等待他们继续培养出顺治康熙 继续入关吗 显然不行啊 既然我们打死了黄太极啊 那么必须乘势清理干净满清的地盘 因此打击缅北 就是打击满清 大家懂了吧 现在大家就终于理解了啊 为什么缅北在10月20日 活满了70多中国人 那是李克强的 李克强啊他吓得战书 而习主席呢果断应战 所以这才就有了大家看到的 李克强的狗命一瞬间就没了 说到这里啊 我就是真服了 李克强这个傻货弱智 你这个人在国内 你还敢这么明着对中国进攻 你是不是脑袋里面装的都是大便呢 就是你爹邓小平呢 也不敢这么干呢 而你就敢 而且还明目张胆的一点不遮掩 大家想一下啊 活埋70多中国人这样的事 一定是秘密做的 如果不是李克强指使人放出消息 外人要等很久才知道这件事 可是实际上 70多中国人被活埋 很快就全网络都知道了 这就是李克强放出他的消息 这个死狗啊 真是完全没有智商啊 他以为全世界没有人敢要他的命 我这么说吧 也许啊 全世界凡人的确是没人敢要他的命 但是 齐主席神仙下界 在神仙眼里啊 一万个李克强啊 那也就是个屁啊 所以李克强瞬间就死了 现在大家就完全知道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么大家此时啊 看缅北战争 又有了新的高度 你此时可以看成 缅北他就是后金 后金如果不在萌芽状态被消灭 那么后金发展发展 就成为满清 大家懂了吧 现在大家还觉得 李克强死的太快吗 根本不快 他死的太晚了 也就是因为啊 就在那个特殊日子 农历9月13 杀他才更有意义 所以他才那个那天死 11月27日 正好是死亡的 那70多中国人的头七 否则如果不是为了这两点啊 李克强估计第二天就得死 他已经多活了好几天了 好了 不说这个死狗了啊 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故事 李克强的死亡 和缅北正在进行的战争 这就是习主席 具体的为大家举个例子 这就是用现实啊 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未来 让老放开马 一直前行 这代表着二十大之后 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行 到了山门外 这就是说出国了 此时这个地方啊 我没有办法完全说明白 这就是大家要议会的地方 这不是单纯意义的地理国界 这个是思想边疆 这是华人和蛮夷 分界的地方 是思想的分界 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看成啊 唐僧是未来的中国人 比如一百年后的中国人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一出生就知道中国是世界的主人 蛮夷整个世界都是被中国人管理 此时的中国人不知道 中国还有三四百年的黑暗历史 或者说也不是不知道 而是他感受不到 他没有感受过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谁都生过病对吧 你生病的时候 难受的死去活来 可是病一旦好了 你又健康了 你就生龙活虎了 你就很容易忘记 生病时候那个痛苦了 未来的年轻人呢 就是健康时候的你 他不知道 或者感受不到生病的痛苦 他也就不知道 蛮夷随时能对中国呀 造成致命威胁 这就是出了山门之外的含义 一百年后啊 中国人来到了思想的边界 他出国了 到了蛮夷的思想领域 孙武功问唐僧 这是一座什么寺庙 你看唐僧说的 我的马蹄才停住 脚尖还未出马凳 这个含义非常深刻啊 马蹄都停住了 就是东方路线 不前进了 可是脚尖还没有出马凳 这就是说 人民还被东方路线所控制 人民还不能自作主张 就跑到西方卖国路线 唐僧说 这个时候 你问我这个寺庙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知道呢 孙武功说 你自幼为僧 这说的就是啊 中国人从小受到全面教育 后面说的受到唐王的恩 这就是说 中国人民被国家保护的很好 物质享受极为丰富 现在门上那么大的字 你怎么不认得呢 这个门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为了讲述方便啊 我直接说 这个寺庙就是黑鬼宗教 那么寺庙上 门上的字啊 那就是黑鬼宗教的本质 未来这个黑鬼宗教会和现在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都不同 它大概就是太上李老君这个宗教 这就是全新的神仙私心理论 说到这里啊 我必须停一下啊 我要给大家讲清楚 为什么人间一定会出现神仙私心理论 这就是啊 整个西游记的根本了 花果山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百川会处晴天柱 万劫无疑大地根 我们中国人都是神仙种子 我们最终都会回到天上神仙界 而关键一点 是啊 蛮夷不能 他们不能回到天上神仙界 这个此路不通啊 对他们来说 我换个说法 大家就更好明白了 这就是说呀 对于一个中国人 张三 当他明白了 天地人三界都存在 他知道了 自己只要践行东方大道 他一定能回到天上做神仙 那么他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 他这一辈子就会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如果他觉悟不到 或者说做的不够好 这辈子没有做好啊 那么他也不会太担心 因为还有下辈子 下下辈子 他会安心的在这辈子生活 然后等待下一辈子继续做好 那么人间的死亡 对于张三来说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人间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好像出差一般 你来人间几十年 就是工作享受娱乐 这辈子完了 你去地府啊 树植 然后呢 再换个新的身份 继续来人间出差 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心态 可是蛮夷不同啊 蛮夷不是神仙种子 它们只有一辈子 它们死了 那就真的死了 灵魂就没了 你说当蛮夷啊 比如一个叫黑汤姆的 知道这一点 他知道中国人有无数辈子 而他自己呢 只有一辈子 他能心甘情愿吗 当黑汤姆知道 中国人死后成为神仙 而自己死后只能变成肥料 他能干吗 他必然不干呢 那么你说黑汤姆 他怎么想啊 他必然想 我也要成为神仙 那么非洲就有了 求仙的巨大市场 所以此时呢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 黑人生活越来越好 生活好就是闲暇时间多 那么他们就有了更多时间 去追求成仙了 此时啊 是非洲有了巨大的需求 于是西方邪神 必然就下来了 太上老君对黑汤姆说 小黑啊 跟着我混 我可以让你成为神仙 那你说是不是 黑汤姆啊 黑捷克啊 黑阿里巴巴啊 马上前程跪拜太上老君呢 那么太上李老君 这个宗教 立刻就在非洲遍地开化 大家懂了吧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 非洲黑人 包括欧洲白皮都会强烈需要一个神仙 带他们成为仙人 而这一件呢 就是西游记里面这个寺庙了 所以这个寺庙我称为黑鬼宗教 它的大门上五个字 其实就是太上李老君 大家懂了吧 那你看啊 为什么唐僧不认识呢 唐僧他是一百年后的中国人 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现在的中国人 这个没有本质区别 这个黑鬼宗教 这个太上李老君的教旨 是人类历史上之前没有的 中国历史上也没有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不认识了 这个时候唐僧强词多理 他不承认自己不认识 他说我刚才面向西边催马 被太阳影射 面向西边 那不就是又要取来西方邪精吗 太阳影射 这个地方太阳直接代表了神仙 西方邪神也是神仙啊 但是影子他就是阴了 这直接点明了 是西方邪神 这种情况下 门上的字被陈构朦胧 你看这个四个字啊 同样含义深刻 陈构就是说这个字很有历史 都被陈徒给蒙了 这就是说西方邪神呢 有漫长的生命 他们和东方神仙啊 东方神仙啊 一样的非常古老 朦胧呢 这就是宗教的欺骗 所有宗教表现出来的都是欺骗 无一例外 你现在想想郭继承 王德峰 那一路胡说八道啊 郭继承的啊 不苟不敬啊 这个王德峰的啊 大悲悯呢 你看他们懂狗屁啊 他们是屁都不懂 纯粹胡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宗教本身就是欺骗 不欺骗你 他们就活不下去 六祖慧能总不能说 我就是要率领和尚杀死中国人 我就是要率领和尚 抢劫中华财富 他不能这么说吧 因此呢 他搞了一大堆玄乎的文字 什么教外别传 不利文字 直指本心 见性称呼 就这玩意儿 我解释之后 大家都明白了 可是我没解释之前 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就是宗教的欺骗 朦胧就是说 黑鬼宗教表现出来 一样是巨大的欺骗性 孙悟空于是变化身体 高达两丈余 两丈就是二十尺 就是二十大 这是说的 二十大之后 这一切都会出现 而习主席呢 提前给我们讲明白 他们的本质 孙悟空抹去陈辉 就是让人民看清楚 寺庙的名字是 赤剑保林寺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赤剑 就是皇上建立的 这就是说 黑鬼宗教的法统 是天上西方先生给的 保林寺 这个林 是佛教丛林的意思 你看禅宗总说 这个丛林啊 那个丛林啊 对不对 这个林就是禅宗 就是佛教 它就是宗教 保林就是保护宗教 大家懂了吧 这五个字的本质含义是 黑鬼宗教 是西方邪身建立 并且西方邪身保护的 现在大家就彻底明白 这段情节的深刻含义了吧 此时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我说黑鬼宗教 是因为未来屠刀 就是黑鬼屠刀 所以他们一定有个精神核心 这就是黑鬼宗教 但是这玩意儿 未必一定核心 它就出现在非洲 没准在欧洲 在英国 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本质啊 也许黑鬼宗教 最开始啊 还是白皮宣传 大家懂了吧 我说黑鬼宗教啊 是代表未来蛮夷 一切宗教 大家可不要以为 只是非洲黑人啊 好了 那么我们懂了这个 就看下面的故事 孙悟空收了法身 这就是说 习主席不用神仙手段 而是体现在人间的身份 他说 师父 这个寺庙 谁进去借宿 这个地方含义很深刻 师父是人民 习主席问 这个黑鬼宗教 是人民先进去 还是我先进去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就是习主席的无奈了 人民终归是凡人 尤其是人民呢 总有三岁孩子 那个时间段 谁生下来 也不是立刻就三十岁 他总有一个幼稚的阶段 这就好像一个小孩 你不让他吃黄莲 你说这个太苦了 你受不了 但是你越这样 这个小孩偏要吃 那么小孩什么时候 才主动不吃黄莲呢 那肯定是他吃了之后 被苦的吐出来 他自己就不吃了 这个黑鬼宗教也是一样 如果是孙悟空先进去 那么这就是 习主席明知道 黑鬼宗教不好 显然他就直接铲除了 那就达不到教育意义 因此呢 孙悟空只能让唐僧先进去 这就是人民要受教育 唐僧说 我进去 你们嘴脸丑陋 看到了吗 此时就是中国人 看到了黑鬼宗教 大为羡慕 这个时候 我用两个人来说评啊 一百年后 两个年轻的中国人 张三 李四 张三他来到非洲 看到了黑鬼宗教 而宗教那个时候 在国内啊 已经消失快一百年了 张三没有见过宗教 他一看呢 觉得这个黑鬼宗教太好了 太上李老军 这个理论太好了 这就是人间正统啊 这就是世上最美啊 此时他就看自己的同胞 李四不满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李四不信宗教 李四信中华文明 并且传承中华文明 他就是中国人民 张三就说呀 李四你太丑了 你如果进去 就冲撞了本地僧人 反倒不美 此时李四啊 就是所有不信宗教的中国人 就是所有坚持中华文明的中国人 你看张三 此时将黑鬼宗教摆在最高处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再次颠倒了华谊之变 他认为黑鬼美 中国人丑 黑鬼高贵 中国人低贱 中国人 你们可别冲撞了黑鬼 看到了吗 这不就是山东大学 一个黑鬼啊 被老婊子啊 范立明 强硬配了三个年轻女 中国女学生 这件事重来一遍吗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万物一马 这就是神仙的神奇本领 神仙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 都万物一马的提前告诉了人民 此时的唐僧 就是颠倒了华谊之变的中国人 孙悟空就说啊 那你就去吧 我不多说什么了 这个就是习主席无奈的地方了 有人非要找死 那谁也拦不住 但是此时啊 我要给大家说明白 这地方是说呀 未来总会有人 拦不住的要送死 这就是啊 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不撞南墙 不回头啊 但是他们真的只是一小撮 他们的死啊 会让全体中国人民再次觉悟 他们也算是啊 死得其所 这帮死鬼是拦不住的 所以呢 习主席就不跟他们废话了 你们愿意死就去死吧 习主席的目的是通过 这一小撮拦不住的死鬼 教育全体中国人民 于是呢 唐僧就进去了 你这时候注意啊 唐僧进去前的一连串行为 关键是啊 唐僧丢了西杖 看到了吗 西杖代表了皇权 此时代表了中国的法统 人民只要接受了黑鬼宗教 那么中国的法统立刻就没了 解下斗篷 这个斗篷和衣服还不一样 衣服呢 是穿着保暖的 它也代表了中华文明 但是斗篷 你想一下啊 一般说就是下雨天才穿 这就代表了 斗篷能遮挡风雨 风雨就代表了外敌侵略 唐僧不要了斗篷 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边疆 不设防了 同时我们的物理边界 也就不设防了 中国在思想物质两个边界 全面失守 斗篷也代表了斗志 丢掉了斗篷 解下了斗篷 这就是说呀 中国人也就失去了斗争意志 唐僧进去之后 看到两个金刚 金刚那就是宗教的打手 怒目金刚 大力金刚 这都是打手 你看左边的拳头好像身体 右边的手掌好像赤铜 这是说宗教有强大的战斗力 可不是我们看到的啊 那么与世无争 那都是假象 都是欠 而斗篷呢 直接就是吃掉童男女 这就是神仙时刻提醒中国人民 你千万不要忘了啊 西方邪神 他弄一切宗教的本质 都是要吃中国人的人生果 所以呢 黑鬼宗教 就是西方邪神 打造黑鬼脱刀的手段 它是一个技术手段 打造完这把黑鬼脱刀 他们还是要让黑鬼啊 对中国人大屠杀 这就是生铁斗 而石头顶中 鲜火红 这个石头代表了死亡 顶代表人间最高权力 石头顶三个字 是说黑鬼宗教 一旦杀入中国 那么中国的最高权力 或者说全世界的最高权力 其实是死人来把持 西方邪神 它就是代表了死人 因为他们就是阴 他们在人间 就是要大量制造死亡 你看看这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 就知道了 鲜火红就是说呀 我们假设黑鬼成功夺射了中国 那么那个时候的世界 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 所以啊 一旦这件事出现 那么就不是中国被夺射了 而是全世界都是黑鬼来领导 那么黑鬼它就有了法筒 它也是香火了 它就看起来烧得红红的 它就代表了政治正确 大家懂了吧 这段文字是深刻说明 一旦黑鬼屠刀杀入中国 而且他们还成功了 那么中国人死绝了不说 世界也就完蛋了 唐僧看到这些 不住点走 他说呀 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大菩萨 供养起来 我也就不用去西天取经了 这句话含义可是太深刻了 这个唐僧 他是张三的 那么张三他为什么跪拜黑鬼宗教呢 因为张三他有私心 他想成为神仙 但是他不想通过呀 一步一步的践行东方大道来成神 张三想啊 一步就成为神仙 那你看 黑鬼宗教的核心思想 或者说他们的宣传重点 就是说 你不用走东方大道 你只要一心自己想成为神仙 我就能让你这辈子成为神仙 就不用等下辈子了 这辈子你就是神仙了 说到这里 大家想起谁没有啊 就是那个死骗子张志顺呢 就是那个八部金刚宫那个老狗啊 我这个时候才真正明白 死骗子张志顺的巨大作用 那就是西方邪神 提前为黑鬼宗教 与栗子打基础 你看啊 黑鬼为什么会信呢 太上李老军 那是因为太上老军告诉他们 不要东方路线啊 你只要自私自利 一样能成神 而且很快 更快 就这辈子 你这一辈子一定成神 那么你看看死狗张志顺 他不就是完美符合这一切吗 他这一辈子 屁事不干呢 就是他没有为国家民族社会 做半点贡献 他一辈子躲在道观里 吃喝玩乐 最后编了一个广播体操 欺骗人民说 这就是八部金刚宫啊 你看金刚啊 和这里的金刚完全一样 死骗子说 你练我的功 你就不用什么东方大道了 你就不用为国家民族 社会做贡献了 你就关几门来修炼 你这辈子就一定能成为神仙 看到了吗 这不就是未来那个 黑鬼宗教的本质吗 我就说嘛 就这个老骗子 怎么突然就火了 而且他死了这么久 热度不降反升 原来他就是那个 未来黑鬼宗教的样板啊 这个死骗子不就是说嘛 他自己死了 他就语化成仙了 我就真是服气了啊 这一切都是西方学生 早早安排好的 我本来都不想搭理这个人了 现在看来不能了啊 等我以后去地府啊 我必须去油炸死骗子一万遍 我将他在地府的惨状 如实的写出来 让大家知道 死骗子别说不可能成神 他就是连人都不能做了 他只能一辈子在地府 不是一辈子啊 就是生生世世永远在地府 做鬼 而且是在油锅里被油炸的鬼 好了 大家总算能明白 这一段的深刻含义了 这就是说呀 中国人中 私心太多的那一群人 他们不想走东方大道 他们不想为国家民族做贡献 他们只想啊 走捷径成为神仙 那么他们就会拼命将黑鬼宗教 请进中国 这帮人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敌人 我们发现一个 就斗争一个 如果他死不悔改 那就让他去死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故事 接下来啊 唐僧进到了二层山门 西游记啊 说起山门 一直是三层结构 门外 一门 二门 三门 刚才说的是从门外到一门 现在进了二门 这就是接近核心了 就是黑鬼宗教的核心 可还差一步呢 三门才是真正的核心 是不加遮掩的 而二门呢 还是遮遮掩掩的 不说实话 唐僧在二门内 看到了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代表了东方神仙界 代表了风调雨顺 而这一切 你要注意啊 四大天王 在东方神仙来说 是保佑人间 风调雨顺的 但是他也可以切换到 西方邪神 那就是 他们会制造 山红海啸 就是啊 东方神仙 造福人间 西方邪神呢 祸害人间 他们本质恰好相反 唐僧还看到 乔松四术 为什么是四术 不是五术 不是三术 这个松代表了 宫心思想 同时也代表了 人间的东方路线 这是说的 习主席四个五年 正好四术 一术术 翠盖蓬蓬 这是说 到了习主席 第四个五年结束 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经建成 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 都是在全新的科技实战 物质财富大爆发 全世界人民 都因此受益 但是你看后面那句 却如散状 什么叫散状啊 这就是拆散解散的意思 就是说呀 黑鬼宗教的目的是 抢占 抢夺 霸占 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之后呢 他就是要拆散这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这时候啊 还是要有神仙高度 东方神仙 从来就只要求人间 万众一心 即便是蛮夷 哪也尽可能啊 尽量一条心 这时候我就不说蛮夷了 我就说中国人 这就是说 东方神仙 一定要中国人 是一颗宫心 大家是一条河流 不能分开 而西方邪人呢 就是要让人间的 撕心林立 到处都是大小山头 你看看 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 那就完全明白了 所以啊 如果黑鬼霸占了中国 他一定还是啊 诸子百家又来了 诸侯林立再发生 他就拆散了中国 从思想领域到物质领域 他都给你拆散了 这就是散状 散了 就是散状了 唐僧呢 他立刻下拜 就是人民 我特指张三这样的啊 全是私心的中国人 他立刻接受了黑鬼宗教 既然张三接受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张三成为了黑鬼宗教的入门弟子 那么入门弟子怎么表现呢 你想起六祖惠能了吗 六祖惠能是怎么拿到禅宗一波的 他不是打败了神秀吗 他写了四句话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四句话的本质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大家一定要记住 惠能说 我们宗教的目的 就是抢劫中华文明 就是杀死中国人 做人身果 我做这件事 没心没肺 根本没有半点负罪感 相反的 我会宣传 这个中华文明就根本不存在 没有啊 这个都是中国人编造出来欺骗世界的 因此 你把禅宗交给我 我会更疯狂的 更隐蔽的 抢劫中华文明 惠能因此就成为了著名的禅宗六祖 他就是人间强盗头子 而此时的唐僧 就是未来的惠能 他们就是万物一马 本质一模一样 可是这个时候 神仙不能让唐僧说出 惠能这四句话呀 但是神仙又一定要让人民明白 唐僧就是惠能 他怎么做呢 神仙手段呢 就是神器 他让唐僧来到后门 后门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人民看不到了 就是禅宗的本质要暴露出来了 禅宗表面给人民看的 那是前门 他是高大上 背后呢 就是后门 那就是赤裸裸的强盗 他们是杀人犯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敌人 他们是人间屠夫 因此唐僧来到后门 就是唐僧要对黑鬼宗教表明心计 他怎么表达呢 他看到了一个道座观音 观音菩萨在民间呀 人民都认为是送子观音 对吧 他是给人类送来孩子 那么道座观音是什么呢 他就是把孩子都收回去了 中国人没了孩子 那不就是民族灭绝吗 这就是亡国灭种 神仙呢 就通过后门道座观音 直接告诉中国人民 现在唐僧这样的人 就是未来的汉奸卖国贼 他就是邓小平 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不就是这个计划生意吗 然后邓小平疯狂执行 此时的唐僧 真的就是历史上 一切汉奸合体呀 他再次要让中国亡国灭种 他就是未来的慧能 此时呢 唐僧点头三五度 三五度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含义更加深刻 这个就是第三个五年的意思 我前面说了很多啊 就是 我前面说那么多啊 那是神仙啊 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 都提前告诉了人民 既然神仙都说的这么明白了 那么神仙就要最大可能 清除掉这些危险 因此 在习主席的第三个五年 这样的唐僧 未来的慧能 都得死俏俏 他们是不能允许 活在世上的 他们的危害 实在太大了 慧能的危害 比周恩来 邓小平还严重得多 因为他这个人 直接污染人民的思想领域 而且一下子就是一千多年 武则天时候就有慧能了 到了现在一千多年了 而更关键是 到了2023年 慧能还没有被揭穿 陈宗也没有被揭穿 宗教更没有被揭穿 我的视频 传播还不够广泛 而且即便看到我的视频 能接受这一切的人呢 也有点太少了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 我相信五年大凡府 接受的时候 人民都会接受这一切 此时唐僧说呀 可怜啊 他说谁可怜啊 他说中国人可怜 唐僧说 林甲众生都拜佛 为什么人不肯修行呢 这地方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华仪之变 林甲众生是什么 他是林家众生 看懂了吗 我们是主人 我们的邻居 那不就是蛮仪吗 唐僧说呀 蛮仪都拜佛 怎么中国人就不拜佛呢 胡人都信教 怎么中国人就不信教呢 中国人太可怜了 不行啊 我一定得让中国人全都信教 大家看懂了吧 当你懂得了这个 你也就明白 此时的唐僧 他就是未来的慧能 他既然是慧能 他就有了传承黑鬼宗教的资格 所以此时三门里走出一个道人 这个道人是谁 他就是西方邪神 在人间的化身 他就是要把这个一波 就是黑鬼宗教这个一波 传给唐僧了 此时的唐僧 他见到了道人 他就正式成为了六祖慧能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天地一指万无一马 大家到现在你看看 我如此详细的说到了未来 你们还不信我是神仙传道吗 除了神仙 谁能一眼看到未来 没有人能做到 只有神仙才有如此神通 而且只有东方神仙 才会坦诚的将未来 讲给人民知道 因为中国人都是神仙种子 东方神仙界 那是我们的故乡 我们都要回到东方神仙界的 现在人民不明白 那是受了西方牺牲 三千年的蒙蔽 可是当我的视频出现在人间 人民就要尽快觉醒啊 你们早晚有一天会觉醒 你们最终都会回到东方神仙界 我希望你们呢 早早觉醒 预祝你们尽快回家 这就是回乡拜朝廷 好啊 那么这一集呢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